萧山县 城乡镇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正在认认真真读书 身边屹立着一个草人 似乎草人是他的书童 这位草人书童的额头上 还贴了姓名 朱熹 富贵身外之物 求之唯恐不得 纵使得之 于身心无分毫之意 少年读着读着 突然非常生气 抄起竹鞭朝草人打去 斥责道 朱熹你又在害人 富贵怎会于身心分毫无益 富贵之后 可以修桥铺路 可以镇计灾民 可以建楼藏书 可以捐资半学 若人人都不求富贵 全都去求义礼 支付桑蒙的丝绸卖给谁 少年越说越气 干脆站起来 照着草人疯狂抽打 打死你个害人精 叫你误人子弟 草人额头顶着写有珠熹的字条 被打得摇来晃去 可惜不能张口跟少年辩论 不好了 不好了 有家奴在外面大喊 江西赵天王杀来了 杭州已经没了 到处荒作一团 母亲让家奴收拾东西 想要去更偏远的乡下躲避 少年提着鞭子来到院中 大喊道 莫要荒 我打听过了 江西兵不会乱杀 也不会抢劫福财 而等个安齐氏 等着分田氏奴便是 母亲竟也停止慌乱 让家奴把东西放回原位 这位母亲 学过四书五经 少年的四书就是母亲所受 少年名叫毛麒麟 十三岁中秀才 杭州府第一名 什么都好 可惜是个杠精 因为嘴臭 后来多次招来杀身之祸 一辈子都在逃亡 不是得罪这个 就是得罪那个 毛麒麟提着鞭子 急步朝萧山县城走去 萧山县城与杭州府城 只隔了一条江 再走一段运河便道 对岸杭州被拿下 萧山这边风声鹤唳 支县和宝定伯正在布置城防 毛麒麟来到城下大喊 我是毛大可 快放我进去 有士族认出他的身份 立即悬框将其吊上 毛麒麟找到自己的族书 叔父还守什么 快快现成投降 莫要堂臂当车 大明江山早就没救了 毛友伦大怒 再敢胡言乱语 便把你斩了 大明岂有从贼之伯爵 叔父舍不得伯爵之位 怕要连累全族性命 毛麒麟说道 杭州都守不了 区区萧山县能守吗 支县周作新走过来 斥责道 这丝妖言惑众 快快抓了下狱 毛麒麟凛然不惧 对支县说 县尊是贵州人 家人已经迁居南京 何不为家人考虑一二 赵总镇既然出兵浙江 必然也要攻打南京 今后还会去打贵州 县尊在南京的家人 县尊在贵州的族人 都盼着县尊投降呢 岂有此理 周作新案件说 时君之路 忠君之事 身为之县 怎能降贼 你毛家事受恩欲 竟然妄图从贼 毛麒麟说道 民为贵 社稷赐之 君为亲 而今这将民不聊生 大明社稷与大明皇帝 又算得了什么 如网独圣贤书 哦 对了 此句已被太祖删除 估计县尊没有读过 县尊还是遣散相拥 回家重读孟子吧 我这里有原版的 并非太祖删简之书 这嘴真他妈臭 气得周作新拔剑而出 不顾保定伯毛友伦的面子 想要当场把毛麒麟给砍死 毛麒麟吓得转身就逃 士族们也不敢阻拦 因为这是伯爵的侄子 而且还是十三岁就倒是第一的神童 本来非常严肃的守城之战 突然间变得滑稽起来 支线提剑在城墙上追砍神童 而那神童毛麒麟 逃命时还在嘴碎 县尊息怒 君子动口不动手 县尊若是不愿承认 大可与婉生辩论 怎能如武夫一般大动干戈 狂生 不杀了你 君心难定 周作新气得更凶 保定伯毛友伦哀声叹气 他也想投降 就怕被赵汉公审抄家 这些年他可干了不少坏事 就在此时 十多条船渡将而来 虽然只有几百个大同士族登案 却让萧山守军如临大敌 有些相拥已经琢磨着逃跑 支线周作新 伯爵毛友伦 连忙下令死守 也顾不得追杀毛麒麟 毛麒麟手里还握着那根抽打朱熙的竹鞭 他以竹鞭为剑 振臂高呼 而等莫要再冥完不灵 想要活命 想要分田 想要自由之身 就朝我这边聚拢 随我一起现成投降 混账 毛友伦听到此言 是真的动了杀心 他下令说 把这拎不清的东西绑了 堵住嘴巴丢进大牢 毛麒麟对过来抓他的士族大喊 而等不欲活命呼 士族面面相去 突然转过身来 原地变成毛麒麟的护卫 想要保护这个带头投降的 许多湘勇也朝毛麒麟聚拢 转眼之间就占领一大段城墙 毛麒麟再次大喊 黄先生 徐颖 派人到处分发大同级 你们就算没看过 难道还没听过其中道理 天下大同啊 人人都能过好日子 这次赵汉能轻易杀穿浙江 除了兵力强大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徐颖做了许多宣传工作 江南遍地都是大同级 无数底层士子归心 就连毛麒麟这样的上层士子 也有少数崇尚大同理论 大军美之一成 必有士子劝说官员投降 地方主官顺坡下驴便降了 天下大同 穿衣吃饭 毛麒麟举着竹边大喊 天下大同 穿衣吃饭 天下大同 穿衣吃饭 他身边的士族和乡勇 也都跟着喊起来 于是越来越多人选择倒戈 不多时 县中贫寒士子 也纷纷前来响应 他们聚在街道上逼迫支县投降 周作新见到这种情形 致见叹息 罢了 罢了 要降便降吧 毛友伦站立不稳 一屁股坐下去 喃喃道 死定了 这回死定了 毛麒麟和那些士子 很快控制各处城墙 然后把四面城门打开 他走到毛友伦跟前说 叔父 我去杭州问过黄先生 徐颖 你以往劣迹虽多 却不至于犯死罪 只要老师配合分田 挖矿一年就能释放 毛友伦咬牙切齿 你可真孝顺 为叔叔考虑得如此周到 毛麒麟笑着说 做侄儿的 自要为叔父着想 侄儿若不再紧要关头 说服城内士族投降 叔父肯定难逃一死 而且还会连累整个毛家 当然 二表兄是死定了 他手上有命案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孔真运站在城外 看着洞开的城门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身为孔是南宗之主 他想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谁知每次兵临城下 他都还没来得及劝降 城内守军就直接投降了 你们就不能硬气些 等我劝降之后再投 唉 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孔真运摇头叹息 一心索然地坐船返回杭州 孔博士 一个军官把孔真运叫住 孔真运问道 何事 那军官说 总镇有令 若是占领萧山县 便不用再回杭州 直接坐船去打绍兴府 孔真运指着正在进城的士族 就这几百人去打绍兴 那军官笑道 有孔博士劝降 肯定能轻松拿下 不多时 又有官吏和民夫渡江 接管新战的萧山县城 赵汉甚至懒得分出农兵守城 直接让民夫守城 反正在浙江弄到不少船只 运粮已经不需要让太多民夫 移交城池之后 孔真运立即随军前往绍兴 仅五百士族也不知能否拿下 张铁牛的偏师 联合许都的起义军 此刻已经占据整个金华府 而且还跑来东边打下诸记 只用了二十四天 瞿州府 金华府 延州府 已经被大同军悉数占领 杭州府 绍兴府 暂时占领一半 三分之一个浙江 就此姓赵 接下来 刘柱率领偏师南下 攻打楚州府 温州府 张铁牛率领偏师 攻打台州府 宁波府 至于赵汉自己 则带着大军去湖州府 拿下湖州府 就能攻打南直立了 在长江南岸 费如鹤的东院军 正在一路向东打过去 东流 贵池 铜陵 吴湖 当土 南京 由于船只不足 费如鹤刚开始只能陆路行军 粮草也全靠民夫搬运 赵汉军中的大船 在广信府折返 此刻已经到长江 费如鹤的军粮资重终于可走水路 江西水师 也分出一半 保证水路畅通 因为南京有官兵水师 一把谢前 两路出兵 南北夹击 打下整个江南 预定期限是三个月 毛麒麟带着萧山世子 渡江去拜见赵汉 赵汉听完属下汇报 非常高兴 赞许道 大可真乃少年英雄 一人可下一城也 总镇威名震撤江南 晚生不过是介事而已 毛麒麟谦虚说 赵汉当然晓得毛麒麟是谁 四库全书收录其作品52种 是个人作品入选四库全书最多的 刚拍了个马屁 毛麒麟的嘴臭毛病又犯了 总镇之症 怎样都好 就是对地主太过了 晚生觉得 是身地主之家 至少每人该留40亩地 20亩地根本就不够维持生计 总镇这个样子 会失去许多地主的忠心 慢慢来吧 赵汉没有生气 只笑着敷衍过去 跟一个狂生说那么多干嘛